原住民族狩猎失陷案7号宣示失陷结果 但失陷内容却也让原民各界感到失望 而悲难组民族自治事务促进发展协会表示 大法官对于枪炮丹药刀械管制条例 仅限原住民族使用自治猎枪规范做出和线解释 族人认为失陷结果对原住民族文化根本毫无帮助 大法官的认知还有一些他的论述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失望 从这一点可以显见说 大法官对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狩猎一些文化 还有集体权这个问题还是相当的回避 而且对我们来讲一点都没有帮助 族人表示虽然大法官肯认原住民族狩猎文化权 受宪法保障却也认为野生动物保育更需被重视 失陷结果完全否定原住民族管理山林土地的智慧与价值 并强调国家宪法最初制定时并未纳入台湾原住民族意见 才会导致失陷结果有瑕疵 1946年在大陆直线 所以严格说起来 目前在台湾实行的这个宪法 它本身并没有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名义 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 我们要让整个大社会知道说 你们今天所引用的这个宪法 必须要有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名义 或者的话我们当然会不服啊 而悲触会也表示 视线结果让原住民族文化持续受破坏 未来将会持续向司法争取公道 同时也寻求国际人权组织协助 并呼吁司法院级大法官认可原住民族文化 在台湾这片土地的价值与自觉权 还给原住民族应有的尊严与正义 原时新闻不驾驾到台湾台东市采报报道 从来到台湾台东市采报道